呆呆已经看到很多肖战粉丝在晒香水瓶子了 虽然我的还没有到 不过我一点都不着急 是我的 早晚都是我的 跑不了 以后 在红色的金刚节手绳之外 我们还可以闻香认清了 想想就觉得很浪漫 我们闻到了同类的气息 像一个心照不宣的暗语 然后 大家一起在木制箱里说肖战 为什么会如此思念一个远在天边的人 这个问题 谁能解 如今 终于有同款香气味界相思了 你躲不开 一如 躲不开肖战 曾经 呆呆也是不追星的 还不是 独独对一个肖战上了心 也不觉得自己是在追星 就是远远看着一个老朋友般 我对他无求 只愿均恩 人类对味道的记忆是很神奇的 平时根本想不起 他是沉在记忆海底的神秘钥匙 在某一个猝不及防的瞬间 只是轻悄悄的一缕味道 像俏皮的小姑娘在你面前游走了一圈 银铃般的笑声还未散去 你就挣住了 肖战的青春是蛋香味的圆珠笔 而我的青春是酸酸甜甜的糖葫芦 别问我为什么 自然也是有故事的 写到这里的时候 我已经仿若闻到了那若有若无的酸甜气息 白衣少年认真的目光 也有暖又甜的味道 尽力细秀这久远的暖香 像是风雪叶的归人围到了火炉旁 暖意墨地满怀 纠缠我前世今生的暖 这是气息的力量 如同我们想要追上肖战的脚步 从手腕上的红绳开始 从这念念不忘的木质香开始 是我们给自己的仪式感 这木质香 寄托的何止是对肖战的思念 也是我们想要变得更加好的一种冲动 我要变好 更好 这样斩钉截铁的执念 嚣张着壮实断腕的悲壮 但是 被这幽远的香气薄薄清拢 竟生出了温柔之意 清柔浪漫似灿烂明媚的梦 一颗心在香气中安定下来 我会低头安静地笑 我沉默地想念 也可以全全浇油这一缕香 我会低头安静地笑